一場疫症奪走我們整整一年的時光 這一年每日有太多新常態 即使無從習慣 但亦無法拒絕 2020年大師回顧 有什麼事你是不想忘記 甚至要一生記住 一年前的香港 你還記不記得是怎樣 2020年1月延續前一年激烈抗爭之後的對立 不安 無論是哪一個陣營 香港人都曾經期盼 這一年可以出現破局 我相信 我們可以再一次克服困難 香港可以重新出發 永遠復虎 愛戴強 自若有名 2020年 在熟悉的口號聲中開始 大家都熱切地期盼 香港能重回正軌 香港一定能夠獄火重生 從大亂走向大治 止暴制亂 不再是官方必講的關鍵詞 是謎吹和風 虛實難分 本港新型肺炎 累計確診個案 達到101宗 至今累計死亡人數達到100人 兩個多月之內 就達到1千宗 這個時候 突然殺出不明病毒 政治爭拗都要靠邊站 十七年前的沙士陰影湧現 過年前要搶到的年貨 是口罩和廁紙 這個口罩好像搶 生命男子 持刀搶走價值一千多元的廁紙 面對口罩方 覺出其謀 高溫蒸氣消毒方法 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我根本叫你不准戴 戴了也要脫下來了 因為一天每人戴幾個 其實對於緊絕的供應 都帶來很大的壓力 都可以叫它做 See your mask 我很想見你的口罩 抗疫100天 政府撥款8億 派自家製的同心抗疫口罩 但一整年的抗疫路 官民要同心 一直障礙重重 不出不入 這件事是不切實際 是否要等醫護人員 白白飛生 是否要再多幾個謝悅文醫生 他才肯收手 好 醫護界近六千人 分階段罷工表達訴求 如果認為用這些極端的手段 可以威迫特區政府 也不會得請 五天的罷工 換離醫管局購量懲罰 政府曾經說封關不切實際 但之後也要實施 不容許由韓國來的非香港居民入境 所有非香港居民 我去十四天 曾經停留英國超過兩小時的人士 乘搭飛機抵港 將會被禁止登機前來香港 封關並不是密不透風 豁免檢疫名單越來越長 與香港來往最頻密的內地 有33類人士豁免檢疫 香港這一年經歷四波疫情 都是先由輸入個案引發 再在社區爆發 大約有12宗是家庭、朋友群組的個案 梅窩的群組、跳舞群組、唱歌群組 大家的生活都比較多姿多彩 都是要停頓一會兒 疫情反覆 當局不停應變 但部分對策令市民無所釋從 如果喝醉一點 就會有一些更親密的行為 令到交叉感染的風險增加 群組聚集那方面的管制 事實上沒有甚麼科學性的基礎 要大家包容 在哪裡吃飯 當然如果你有寫字樓 就回到寫字樓吃 要賣交易公園行不行 那些我們沒有限制 香港抗疫路上 中央一直有角色 當局年初起臨時檢疫中心 中聯辦實地視察 其實中國就是60 相信你們會繼續做得很好 到年中 推出的免費志願檢測計劃 沒有招標 就直接交給 有內地背景的公司負責 我自己在科學角度的評估 我覺得成效是很低 被人脫氧化驗 我也不會 所謂專家、醫生 為何他們要有這樣的心腸 去阻止香港市民參與這個計劃 只是有一個目的 這就是政治計算的目的 計劃背後是特首主動向中央求助 邀請到內地專家支援隊 來香港幫忙 八個小時堅持不出餐 很多隊員他們都穿著尿布屍 深深感受到你們對香港同胞 學濃於水的關愛 計劃得到中央大力支持 但結果只有大約178萬人參與 只是發現到32宗確診 你們現在參與一個受禁群組最大 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群組最大規例 世紀疫症當前 政府權力擴張 個人基本權利都要讓路 政府3月開始實施限聚令 至此警方沒有再批准過 任何一次遊行集會 火葬零散光陽 就算參與者包到自己密密 將自己滴水不漏地封閉出來 他們都不會滿足 人民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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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集會差不多是一國兩制的測試 測試了第三十一年 竟然就斷在今年 林鄭泰海 今天香港我們搭地鐵 是不是要實名登記 但是就很在意 遊行集會 是有沒有實名登記 抗疫至上 過一常生活都隨時犯金 對警方過度執法的質疑 由反修例運動延續到今年 政府主動說 今年初會成立的 獨立檢討委員會 胎死腹中 監警會調查 就被質疑欠缺公信力 最後過千頁的報告 對警權警暴的質疑 沒有定案 如果不信任警方 你算是誰 因為問題是他做調查的 結論更加引述警方說法 說香港社會 正被扯向一個恐怖主義的年代 是一份全面客觀 極有份量的報告 特首背後的報警版 說報告內容是香港的真相 退出監警會的國際專家 就說當局是要製造新真相 721事件 由當時的單方面無差別襲擊 變成雙方集體偶鬥 其實雙方 勢軍力敵 旗鼓相當 當日在西鐵車廂受傷的林卓廷 被警方拘捕 說他當時干犯暴動 香港現在真是荒謬成這樣 正義可能會遲來 但不會缺席 曾經遍地開花的意見反抗 疫症肆虐下全面修煉 以抗疫之名 社會建立了一套新常態 新秩序 平常不過的字句變成禁忌 戴的口罩 甚麼顏色 甚麼牌子 背後都有一套潛規則 香港平靜了 你敢不敢受到這份安穩 五月中 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兩會 突然傳出消息 中央要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 依法予以防範、制止和誠治 恐怕在香港也不會有公開諮詢 一個聖子強加在香港人的頭上 消息激起示威浪潮 再不出來就真是沒機會出了 不是說要打擊多數人 要剝掉別人的權利、自由 不是那樣東西 贊成2878票 反對一票 棄權六票 千讀完畢 通過 主權移交23周年前的深夜 港區國安法 繞過本地立法程序 橫空面世 分裂國家 勾結外部勢力等罪行 最高可判 縱身監禁 一國兩的時間已經進入中期 自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 比較突出 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香港人經歷漫長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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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見不到出口 很多我們珍重的事物 第二天睡醒便消失了 如果可以玩漏 你最想捉住哪一件事 六月三十日 港區國安法出台之際 就發揮震懾效果 年初已經放棄推動香港民主自決的香港眾志 同日宣布解散 政治和民間組織 陸續停止在香港境內運作 一直強調 事前不知國安條文的特區政府 早有準備 你看行為已經構成意圖 顛覆和分裂國家的意圖 黑旗上的口號 令這個電單車手 成為第一個 被拉上國安法庭的香港人 政府第二天深夜演繹法例 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今時今日的含義 是港獨 顛覆國家政權 香港出現了第一句 官方宣布的禁語 我看不到法律有明文禁止 譬如藏有一些港獨的物品 民間對手法界線未清晰 執法行動已經如火如荼 警方國安處設立舉報熱線 未夠一個月 已經有過三萬個訊息 維穩思潮 塑造香港新常態 教育界首當其衝 有音樂教師 因為沒有禁止學生用這首歌考試 而被炒 一位小學教師 要學生討論港獨和言論自由的關係 被指有計劃散播港獨 教育局還罕有主動出擊 要教師終身訂牌 抽出在教育界裡面的害群之馬 如果你真的要去港獨 也不是一個開放式的討論 你想小學五年級去做一個 什麼的學術討論呢 在裡面 由學生自己達到這個討論是不行的 是要老師說這個結論 讓學生知道的 如果我們的教育理論 倒退到這個水平的話 我也沒有話可說 鼓勵批判思考的通識科 也要改革 平和指日分合不合格 學生要去內地交流 連科目名都要改 時事討論 不能在課堂暢所欲言 過去的歷史 也只能得到一個結論 文憑市歷史科 一條講中日關係的史題 教育局一早知情 但開口之後捲起風波 嚴重傷害在日本侵華戰爭中 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 我們對此是深感遺憾 這條題目本身是沒有什麼討論的空間 答案其實只有弊 而不會有任何的理 負責出題的職員 要親手遮掩考生的答案 他最終辭去職務 你現在要我去違反我的工作 違反我的原則 這件事其實我有一段時間裡 我是原諒不到自己 這一年大學校園燒煙不在 但暗湧未停 我沒有兩條 我沒有人也只會 那一條本 我真的見到了 這些快樂 传媒这年采访困难重重 新闻自由进一步收窄 记者甚至成为新闻主角 超过200个警察进入一传媒大楼 他们直场偏彩暴 警方当日拘捕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 和四个管理层等人 说他们分别涉及串谋欺诈等罪行 超过8个小时的搜查规模 是香港传媒史上小见 有些第三世界地方可能有出现过 那些地方打压传媒 没想过香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相当令人觉得可悲 721发生近一年 采访所承受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警方高调拘捕 报道721事件的香港电台 《鏗窗》集編导蔡玉灵 说他申请车牌查冊期间 作虚假评述 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 事后传媒揭发 运输署在无咨询之下 修改查冊申请表 变相收窄调查报道空间 我和大家一样想 会不会一种叫寒善效应 希望香港的新闻工作者 继续信守我们的价值 无畏无据无私 继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记者持守专业的阵地 可以一夜消失 两间电视台今年人事大地震 新闻报香港管理层 尤其触目的是有线电视 新闻报年底裁员40人 全港唯一专做偵查报道的电视节目 《新闻刺针》 原有班底全部被炒 员工质疑公司以折省资源为名 削弱新闻质数为实 触发新闻报即日三十多人遞信 中国组全组请辞 立法会原本今年换届 非建制派用初选协调 希望拘损大胜之后 乘胜追击 但选举被政府以疫情之名取消 是否这么惧怕 在反送中运动之后 民意一面倒支持民主派 并没有考虑任何政治因素 也不是如议员所说的所谓怕输 选举延后 政府宣布全体立法会议员流任过渡 人大也有了公布 但会期开始无奈 人大常委会认特首要求 决定取消危害国家安全的 立法会议员资格 四名非建制派议员被逐出议会 只有红红 绝无后悔 丑陋的相信不是我们四个 任何人作出这个决定 需要向历史和所有香港人交代 和我们所有被DQ的同事 齐上齐落 我们集体总辞 行政长官 我也是有责任 没有传统反对阵营在位 议会进入新格局 为什么在过去有一段时间 社会上会认为是三权分立呢 我也不想怪谁人说得不清楚 香港是没有三权分立的 司法独立亦受到各方挑战 法官的判认被不同阵营质疑偏颇 这一点 说说不关系 是总议价格的 对 Muy难关系 今年中央多番对香港事务出手 一国两制变调 中央视为正本清源 任何时代的不乱反正 往往都是以思想观念上的正本清源 为先导 难免有阵痛 一国两制已死了 法治已死了 我们已经听到很多了 就让这些诅咒 成为香港和国际上一些人 自我打脸的历史记录吧 在香港社会崇尚的 民主 自由 人权等核心价值之前 应该加上爱国一词 廉洁奉公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国安法实施半年 香港由乱变治 但国际社会就谴责法例 危害人权自由 美国制裁29个中港官员 银行服务受限制 特首出粮要受现金 这么无道理 这么无逻辑 我对于这些所谓美国要制裁本人 我都是一笑致之 黏之以鼻 大搜捕场面不停上演 现在以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最后拘捕了 单单以国安罪名拘捕的 就有40人 有没有其他人说 政治打压可此 立法会议员社运人士 陆续宣布流亡海外 对不起 有人涉嫌违反国安法被通缉 有人带罪离开 亦有人纯粹担心人身安全 希望能够继续在国际层面上 有一个身位去共建给香港 犯法之后 自欺欺人的所谓逃亡 为自己赦责 是羞恥虚异的懦夫行为 这些都是他们的基本人权 是否报徒就没权 来见自己的家人 说好的公开审讯 我完全没有体会到 被关押在内地的12个香港人 4个多月后 其中10人被判监7个月至3年不等 未来一段时间都回不了家 面对政治变天 港人移民潮再出现 香港变化之快 远超想象 原来的生活和模式 渐渐成为一种叫香港的回忆 坚持留下 抑或另命去路 都是一条艰难长路 所谓的真正的家人 家人自出现 谓的下词 是否不得了 全世界的并非 成为人之一 联系好 光想象 这次 宽 继续 放下 鲜 底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